大家好,我是Stan 2015年,韩国娱乐圈发生了一起轰动饭圈的争议 当时演员Item和女团Jirley出身的野文 在鸡州岛拍摄综艺节目的时候,爆发了冲突 在拍摄现场,野文对进水后出来的Tem说了一句 不能骂后,Item突然就对野文进行了严重的辱骂 据说当时的情况根本不至于发怒 所以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 当时野文因为在综艺节目等的形象 人气正在上升 而Item则因涉及电影保证镜的谣言而声誉大跌 所以大部分论坛和媒体的反应都是同情演问 特别是在D社的报道之后 Item的形象几乎是完全毁了 以下是D社当时报道的两个人发生冲突时候的对话 姐姐,不冷吗? 是吧,你是疯了吗?找死吗? 是吧,你想要退出演艺圈吗?没大脑吗? 叉叉 Tem,你是怎么了? 据了解,Item曾为事先通知而缺席了节目的一天录制 制作组为了解决这一情况 经过与所属公司的协商后 决定聘请野文 到达现场的野文 因不会游泳 所以主要是在沙滩上进行拍摄 而完成电视剧拍摄后 到达拍摄现场的Item 看到为事先告知自己的一个人 野文正在参与拍摄 让他感到意外 没过多久 就发生了两个人的冲突 在Item入海进行水中拍摄完毕后 野文问了刚从海中出来的Item 不冷吗? 而Item瞬间误以为野文使用了评语 便开始粗鲁地骂了野文 就是这个部分是整个事件的核心 Item承认他确实辱骂了对方 并表示他听成对方使用了评语 因而所有积压的压力爆发了 但野文方面坚称他从未使用评语 并表示当时连摄影机都在转 他怎么可能会无理对待他人 一开始大部分舆论都在谴责Item 将野文视为受害者 最终在3月25号 Item对野文进行了官方道歉 但是在3月27号 事件的原始影片公开后 风向有了巨大的变化 也解漏了低设的报道 存在偏埔和山东风向的事实 我们来看一下公开的影片 再见 再见 我像是個女生的一位 我像是在街上生活 不像是有相亡 我像是在街上的街上 你想要不要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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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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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發 出發 录音档公开之后的反转 真的是非常大 尽管实际上 Item确实进行了辱骂 但除了部分粉丝之外 大多是对Item和野文的舆论 完全逆转了 起初Item的话语 虽然略带挑衅 但并不算是粗言 而随着野文的 姐姐我不讨你喜欢对吧 最终导致Item情绪失控 并对野文进行了辱骂 然后虽然不是在Item面前 但野文也是说了粗口 不过最令大众们分论的点是 野文先前坚决否认自己 实用了评语 但他实用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谎言 野文收到了非常大的指责 这场争议不仅在娱乐节目中 被广泛投论 甚至在主流新闻中 也引起了大量关注 很多媒体也提出了 多种多样的观点和分析 在事件初期 觉得野文有错的观点 几乎不存在 但在录音档公开后 相较于对Item的粗言 网友们更加低估了野文在影片中的态度和衍生 以及事后所属公司的谎言 因此当事件逐渐接近尾声时 批评野文的舆论压倒性的在增长 部分网友们表示 即使野文使用了评语 但看影片的话 首先无理的的确是Item 在并非亲密的关系中 他先用不友善的评语说了 你去试试看 严格来说 就算在韩国成年人之间的对话 应该要以相互尊重为基本礼仪 所以即使是年长者 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 也不可以随意使用评语 而且事实上 将野文的步步或步行等发言 解读为有意忽视Item使用的评语 也是一种过度的解释 考虑到野文平常在节目中 无拘无数撒娇的风格 这些话更可能只是他不经意的习惯性表达 虽然 姐姐 我不讨你喜欢对吧 这句话确实带有挑衅意味 但这也是在Item不断地对野文 冷嘲热讽之后的回应 野文原本预定与Henry 一同参加人气综艺节目 我们结婚了 以虚拟夫妇的形式出演 但在他正式登场之前 就爆发了与Item之间的争议 导致网路上涌现了 要求他退出节目的声音 然而在4月4号 尽管外界对他的争议仍未平息 节目组仍然播出了 Henry和野文夫妇的片段 并没有进行任何剪辑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野文的所属公司在3月31号 发布了一份道歉声明 但声明中不仅包括了对Item的道歉 甚至连野文本人也被列入为 需要被道歉的对象 这个道歉文更加引发了争议 而在退出我们结婚的之前 野文本人对一争议继续保持了沉默 之后D社也通过Facebook 发布了一份道歉声明 2018年3月19号 Item通过他的IG宣布退出娱乐圈 野文则是结束曲儿女活动后 转为演员发展 但未能引起太大的翻向 然而 最近他在出演网路综艺 Nubaku Tachihun后 再次获得了人气 重新点燃了他的演艺生涯 还让他成为了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 而且野文的那句 姐姐我不讨你喜欢吧 对吧 意外的成为了网路迷隐 然后很有趣的是 在争议八年后的现在 重新去看这个影片底下留言的话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是在支持野文 所以对于一天云与野文的争议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那么再次触elen